打開大火一塊塊豆干包裹著蜜製滷汁 借著不停翻炒香味扑鼻而來 但這可不是一般小吃店廚房 而是台北監獄 動作俐落放涼的豆干立刻裝袋 交由壽型人細心鋪平 接著密封鎖住原汁 生產線內所有人各司其職 這包豆干就是藏在鐵窗裡的難得美味 新鮮吐司磚出爐 熟練雙手跟時間賽跑 翻動兩下兩盤就完成再換下一批 不管是小吃部還是烘焙坊 所有成員的共通點通通都是壽型人 對做吃的對烘焙有興趣 然後學一學之後 發現這裡可以烤陣灶 把陣灶烤起來想說 出監獄是否可以從事這個部分的行業 然後大家就時間付錢 我們時間付錢 幫助日租春節訂單 每到過年前壽型人禮盒公布應求 台北監獄以糕餅類最熱銷 再來就是豆干 季軍式藥燉排骨 光是去年的銷售額就讓監獄進帳 十一萬六千元 監獄的材料都是我們自己購進來 而且我們同仁大家都愛吃 這沒有添加什麼防腐劑或是其他的一些添加劑 現烤蛋糕出爐趁熱度還在就要抹上鮮奶油 勞練步驟將蛋糕捲起來 不過仔細砍 道具上綁著鐵鏈 就怕壽型人會把危險物品帶出寄訓班 攀點全台監獄伴手禮 熱銷的一名是屏東監獄的醬油 再來是台南八德外一間的自養黃金機 還有台中監獄狀元高 台中女間巧克力 新竹監獄的海鮮醬等也很熱門 都是結合在地特色 尤其接近年關 然後會有很多小吃自營的部分的訂單 還有很多禮盒 比較過年過節要送的 我們年節會比較特別忙一點 各地矯正機關為了協助受刑人回歸社會 傳授乙劑之常 被想到因為生產食品 沒有任何化學物質廣受好評 靜新聞抓捷收尾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